大家好,我是老克 今天我们在大家浏览的地方是桂林山水的精华 黎江 其实大部分人来桂林玩 说桂林山水 主要指的就是黎江山水 有句话不是说吗 桂林山水假天下 一半山水在黎江 一半山水在阳寿 你就可能看出 为啥说黎江山水是桂林山水的精华了 现在我们要浏览黎江景区 方法多种多样 如果你想就是把整个黎江山全部的景点都游览一遍 那最好的方法是乘坐游轮 游轮的全长 游轮线路的全长84公里 几乎难阔了 没有几乎 是难阔了黎江山所有的重要景点 你做一遍就全部都看到了 而我们今天要选择的方式是更贴近大自然的一种方式 就是主法在黎江山漂流 其实要说黎江旅游啊 最好的地方就是所有天气你都能来玩 不管什么天气你都能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色 晴天呢你就看清风倒映 雨天呢你就看烟雨雪一家 还有一种最难得的天气 雾天啊 雾天呢你就可以转了 雾天你就能看到烟波浩苗水墨一家 上面景色美炸了 特别像那个张艺谋的那部电影影里面那种水墨风格 特别漂亮 但这种天气啊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在这我要特别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漂流的终点 九马化山景区 九马化山那是在黎江东岸的一个岩壁 这个岩壁上的岩石纹路和植被啊 形成了一副特殊的图号 就像九匹马在岩壁上奔跑的样子 所以得名的九马化山 清代世人徐云曾经附诗说 自古山如画 而今画似山 马图成九首 其物在人间 你就能看出啊 其实清代人就能看到这个上面有九匹马 不过我们到现场要看着这个岩壁说啊 就是你要在上面看出九匹马 还是有点难度的 又有个民间传说就是说 在九马化山上 如果你能看出七匹马 你就能考中板眼 如果你能考中 如果你能看出九匹马 完全能看出来 你就能考中转眼 你看下面那两个就是头 一个头在右边 左边这一块 这头头在右边 然后右边 他的右边的那个头是在中间 好像 对 对吧 对 考案 考案了 十二点二十七我们大概是一点四十分下的 对 也整个过程呢可能就有四分钟 其实体验感还蛮好 对体验感都ok 体验感还蛮好 最主要今天也不是特别晒 温度特别适中 对啊 然后江风特别舒服 对啊 我都睡着了 然后就是有一点 他那个船的柴油发动机真的很大声 嗯 就是说话说起来就会很 很费劲儿 很费劲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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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